安妞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123集需要预留的资源 123集,我们的经纬又开新的等级了 好的,经过122集的升级 大家能发现我们的功力上升就是2200左右 再多都没有 除非你之前的经纬没有神 或是你有些之前的资源没有神 不然真的就是一点点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那我们123集升级的时间是在4月14号 然后是我们一样是星期五的时间 这个时候大家能获取到的功力最高是3500加 最少是2800 因为我们在123集有一些新的提升的部分 好了,当然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新的名地了 这是我喜欢的Kitty 这天气怪怪的 好了,大家在新的家园2.0当中 有没有真的很认真去盖自己的家园 我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呢 终于把这个私密店复刻过来了 但是还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因为没有瀑布的关系 因为那个瀑布的风水还没有卖 就是这个图纸还没有卖 所以现在大家只能看成这样而已 现在有些细节都还没办法做 就是还只能只是仅限于此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能还要再稍等 稍等一等啊 所以慢慢盖吧 如果你有需要盖这个不同的家园的话呢 可以通过瀑布或取学图纸 然后把这个 他们家园当中的一些家具 拆解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来我家玩 好啦,我们来讲一下正式的部分了 首先我们还是要从 我要离开这里 首先我们从打造来说 因为大家好像都比较关心打造 因为我打造的顺序哦 那已经来到123级升级的部分了 打造的顺序大家还是要注意哦 我们通常的这一件 在124级先不要做 到后面然后再来做 那但是哦 大家注意 如果你做就做 它中间会加减2000架的功力 在128的时候 127到128左右 就会全部还给你功力了 如果有掉2000架的话 你就摸摸鼻子就过去忍一忍吧 好啦,我们123级可以打造的这个装备 一个是我们的手桌 一个是手桌 还有一个是鞋子 鞋子的部分 那我们在打完普通的挑战当中 一直到星期五就直接升 然后强化就可以了 一共需要476个八级的进攻 可以提升的功力是755 如果八级进攻不够的话 可以通过海河令或天魁壁当中来兑换 那也别忘了 因为是鞋子嘛 还包括组武器 可以去解锁一下我们的魅力值 小小的魅力值极少成多 这算是系统白嫖给你的 好,下面讲一下金武红文来自帮贡的部分 我习惯讲金武红文 金武红文来到了开顶级的我们的这个技能的部分 我们先开的技能是雪智 升升到160机 一共需要的帮贡是7万的帮贡 顺赢是2594万的顺赢 这边有一个点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般的玩家 月卡白贩玩家 不像顶级的玩家 或是中课以上玩家 雪智这块已经可以不用点了 就大白大概大家点个六七十就已经不用点了 把这个帮贡多的留出来 点公卡或是点下面的破猜要 那我们下面呢 破猜也会在这个下一个等级升到164集 开两个 那两个都需要的是1万6 加起来这边是3万2 那如果四围你有跟上162集的部分 他需要的帮贡是36360 这个消很多哦 好我们这两个破猜 加起来一共需要的是3万6的帮贡 跟2712万的碎银 所以这个大家会发现 我像有点帮贡不够哦 那因为我点完那个雪智之后 因为每周我们能恢复的帮贡 每天捐5000的银两有900多的 帮贡 那还要包括就是有去许愿树 许愿树那边有帮贡 每天喝酒有帮贡 那以这样的恢复来说 至少从这一周到下一周 能恢复大概5万的帮贡 那我要点满破猜应该比较不容易 但是还是可以点的 需要时间的堆积哦 因为这个后面来点就可以 不用急着点 我们先把这个功力加比较多来点 因为卡机的时光多的是给你点的机会 这边年次其身的功力 如果全部点满的话 是390的功力 好 下面讲一下那个鞭石的部分 在这个等级呢 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版本会全部鞭石升到17级嘛 在123级它并没有升鞭石 它还是需要440个绿色的石木 来提升102的功力 在124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在124级的时候呢 才会提升我们的这个鞭石要到16级 这边一共需要运游的石木是15.2大株哦 那我已经说了我们所有的鞭石升到17级3个 一共需要99大株 其实你在日常资源当中有存就绰绰有余 不用担心哦 这个日常活跃对这个消耗要求其实是蛮高的 你只要有日常活跃这个消耗的恢复都很容易 好 下面讲一下那个讲一下伙伴的部分啊 就是关于狭隐岩西路的部分 如果你是全部都是神侠的出战 然后五个金色伙伴出战呢 一共需要是113本的紫色的狭隐岩西路 如果就是你没有出战这么多 可能像我这样 我大概就要90几本 那如果再往下你就要两个神侠出战 那大概就是70几本就可以生完了 这边跟大家来讲一下 如果你抽到是公子羽 一颗星就可以助战 一颗星就可以助战 而且功力相当的高 我们可以来看助战的部分 它一颗星就1239 有没有发现是相当的高哦 那个我们的那个公子羽的 这个一定要召唤出来 公子羽是比较难召唤出来的 虚无眉比较容易 所以呢优先公子羽 希望大家都能抽到公子羽 公子羽公子羽公子羽 当然啦公子羽部分 在三星就可以出战了 对于一般玩家来说 那对于高级的玩家 四星就可以出战了 四星出战的 这个功力就已经大于满星出战的 我们的其他的神侠 这个其实还蛮 就是 就是系统还蛮偏心的啦 好我们123集来到了编室 开放的是120 呃我们开放12集编室 全部往上升了 大家可以点升级 其实看得到哦 我们的这个158的棋子呢 158的棋子呢 跟我们的对杀双火 需要的刻数 其实已经开始有些 就是是一样的 对杀双火其实等于是158 那需要是37克 那如果98榜点的棋子呢 升级呢 需要的是30克 大家看一下30克 那因为我没有放298的关系啊 298升级需要是43颗 那我们的这个正派需要是47颗啊 那你就预先如果有去开的话呢 资源会非常充足 要点这个很容易 我还是跟大家说 建议大家都是用平换的方式 就是你缴点眼 你就只买缴点眼 那你全部缴点眼 然后需要什么 平换过去就好了 不会乱掉 而且很好计算 因为158都是一样的嘛 那还包括这个 我们的那个绑点也是一样的啊 绑点就是专门开一种就好 然后平换过去 那也别忘记还要凝破 现在的市场的这个 市场的这个凝破 其实相对比较便宜 我看了一下 都大家都没有买的很高价 当然许多等级不断的提升啊 我们方顶15级需要越多 那我们需要这个 凝破的东西也越多 所以条件允许的话 记得还是要买一下 我们的每日 每日给大家恢复的起魄 是真的很多啊 这个加起来数据也不少 还包括帮供啊 还包括他新版的这个百小生啊 好在经纬的部分 如果全部都升满的话呢 这边全部升满是1000家的功力 所以我们因为我没有放正派 也没有放298 所以我大概就800左右 那一般的白派约考完章呢 大家还是记得 角点眼升到10级 就可以丢着了 升到10级 角点眼就可以丢着了 当然如果你这个白派 颗数比较多 因为新的棋盘并没有开嘛 像这个131这样开 然后这个134这样开啊 到136之后 版本才会有新的棋盘 你可以先把角点眼升上去 等到后期的时候 再把角点眼拆下来 变成10级就好了 一般白派约考完家 角点眼在10级11级 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我们这一图的版本 到135之间的雷攻 总共需要500加 所以如果你每一颗都是10级 一定有500加 如果你有500加 你会能感受到 现在的雷攻不停的爆发的那种感觉 那至少要300以上 你就能看到效果 随着等级的提升啊 我前面一直跟大家说 一定要雷攻 一定要保证雷攻 一定要高啊 在我们的纸上糖病当中 包括天气层当中 雷攻只要足够 它的被动也好 主动也好 风攻雷攻 还有那个火攻 它会非常频繁出现 在纸上糖病当中 我一个小号 它有300加的雷攻 它是频繁出现到 从头到尾 真的很夸张 所以呢 你要听我的话 有听我的话 像打起来都比较轻松 然后攻击也会比较高 没有听我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好 最后来讲一下 我们龙柱的部分呢 这个饰品的位置呢 龙柱提升的功力是396 可以升到10级 一共需要1000个野玲珑出 然后需要是105个野玲珑身 和180个野玲珑饰品的材料 如果你有买每日 这一定是不缺的 是爆炸的状况 可以给大家看 就是平常 可是这个 这个都已经炸的 我真的是炸 真的太多 然后野玲珑出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消耗一共需要 是不到3000 但是我已经消耗一部分了 我有存的关系很多 野玲珑身的话 这些是我没点 如果点的话 我错错有余 所以大家在日常的当中 有没有好好去存资源 这真的非常关键 好 那我们的在123节部分 一共能提升的功力是 那个最高是3500 距离30万 还有等距离了 好了 以上的部分就是 关于我们这个 123节需要升级 预留的支援了 希望我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吧 并且开启小铃铛 哦 我漏了 补一下 圣福令需要留5000哦 需要留5000 对 我漏了圣福令 圣福令需要留5000 现在在天盲当中 大家能获取至少 4品的占星主 记得要去打 天盲任务啦 我是小花 那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啦